他之前拍了我的杂志 把我杂志APP给搞崩了 就看肖战那篇文章 通到了我们阅读年度保单第一名 但这种是幸福的烦恼 当时拍摄我是杂志的主理人 我也在现场听片 我跟他不认识 结束之后 他就是一个个鞠躬 一个个鞠躬 我们的人也懵了 没有见过这样的艺人 工作人员也跟他鞠躬 现场鞠了六七八十个躬 整场活才散掉 就是变成一个很滑稽的一个状态了 但他其实已经很火了 而且他来我们杂志也没有收一分钱 他来加我的微信也是说 老师你好 谢谢这次的支持什么什么的 但其实我们发自内心的是说 我们很谢谢他来支持我们 来让我的杂志更有知名度 其实也是从侧面证明 他是个非常鲜卑的人 他能够在不认识你 且在他本身有知名度的情况下 依旧保持着初心 我觉得就已经秒杀很多一部分艺人了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那种造红之后 他是不联系的 然后但是他现在可能落魄了 又找回来约克帆啊 佳佳好久没见了 像这种在我的统统圈里面 就已经砍掉了 什么时候你们还会在 如果他只有一次拍摄机会 因为他也很忙 我觉得我不希望是选择我们 我希望他值得更好的 这是我的发自内心的点 肖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谦逊 善良 帅 而且配合度巨高无比 业务能力也很扛大